暗夜公寓惡火多三失四命 我陪你 不要緊張 不要怕 他是住二樓的是不是 三樓 二樓是甚麼 你們住二樓 你們住二樓 那你們多分都OK嗎 OK 台北市木星路三段 這間三層樓老式公寓 昨天清晨四點多發生火警 消防隊到達現場時 二樓和三樓火勢猛烈 三十分鐘後才撲滅 在村口變得燒水 房東的 房東的 你們幾乎二人住的 二樓這名缺姓住戶 當時先發現 房東的房間出現火焰 他趕緊叫醒家人 但樓梯口都是火焰 只能從公寓後方爬梯逃生 他還趕緊拿竹竿猛敲三樓 三樓軟姓住戶 帶十一歲女兒逃生 但他妻子擔心 四十七歲曾姓朋友沒有逃出 又衝回火場找人 但農煙火勢太大 他被農煙嗆昏 警消進火場發現 救出他和曾姓朋友 但都宣告不治 家屬透露回火場救朋友的 李姓女子 已懷孕三個月 這場火警釀成 三失四命的悲劇 現場有救出七名 八名的這個火器品 八名的這個人員 鄰居表示 死者高姓房東有抽煙 和在房內煮中藥習慣 不排除是尿禍原因 見識人員還在調查 東新聞台北報導